不该说的你去说 最后惹得一身祸 不该你得你去争 是把世间看太真 缘分一到跑不了 缘分没有得不到 护法三界法眼开 看你做的该不该 感恩大家 让我们先看看博客网友有什么精彩分享 这位网友分享到 解节咒真棒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10月5日下午 先生因上司给的压力 有辞职的念头 现在全家都靠先生这份工资 晚上跟先生视频 他的状态不是挺好 视频完 我忽然想到可以念解节咒 就念了108遍 化解先生跟上司的恶缘 第二天继续念108遍 七遍心经求先生开智慧 去除烦恼 想通放下 放生一条黑鱼 下午跟先生视频 神态表情还是没有恢复正常 今天第三天继续念经放生 下午视频先生跟平时差不多了 神态自然放松 我一问 他说跟上司谈了一通 上司没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明显今天的工作状态挺好的 感恩同修的分享 我这儿也有一位同修的灵艳小分享 10月7日晚上10点多那会儿 先生给我打电话 说是车打不着火了 让别人帮忙过来取电瓶给他送去 于是我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 随缘念了差不多一二十遍准地神咒 结果 刚刚先生和那位朋友回来说 真是难以相信 搭车的电瓶还没放好 居然一打就着了 他俩奇怪地讨论了半天 只有我在旁边既高兴又感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京菩萨 感恩诸位菩萨 感恩师父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 菩萨联名每一位有缘众生 一定要好好修 就读更多有缘众生 离苦得乐 感恩佛法 哇 准提神咒真是太灵验了 下面呢 来听另一位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小孙女两岁两个月了 前段时间 大小便一直都不知道要说出来 很是烦恼 有次看到同修读白话佛法 小孩不哭不闹地分享 于是我向观世音菩萨 许愿读三十篇白话佛法 保佑小孙女开智慧 听话 聪明伶俐 行愿时 没过两天 我的小孙女要上厕所 就会自己和家人说了 我感觉读白话佛法的能量 真的很大 很灵验 一直为小孩大小便不会说 而感到烦恼 没想到 许愿读白话佛法 如此灵验 两天后就开始知道说了 后来慢慢就完全不尿裤子了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把这么好的佛法带给我们 我的分享完毕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还有一位同修说 一次晚饭后约六点半 天未黑 去店里看衣服 回家八点多 天黑了 自那天开始 我半夜就要去上洗手间一次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估计有大半个月了 有次梦见 以前拆迁家里的门关不上 关上又有缝隙 有一条大的鱼网生 是先生单位过年发的 碗处里还有鱼头 并有苍蝇钉 醒来后 我赶紧许愿一张小房子 给房子要经者 用了自存经文 但在厨房间拖地时 碗又被摔到地上 我又许了两张 在第二天烧送 过后我就能睡好觉了 以后我尽量不再晚上出去办事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护法菩萨提醒和保佑 以上分享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 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此被原谅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现在人说话都要当心 嘴巴一出来 就被人家利用 一不讲话不留神 又被人家误解 所以祸从口出了 所以要懂得嘴巴 不要乱讲话 我说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 大家都知道犹太人 很精 犹太人送书给总统 那个总统一看 随口而出 这书不错 实际上他看都没看 犹太上马上做广告了 现有总统喜爱的书 人们就争相抢购 抢购一空了 他说总统喜欢的 这个总统呢 吸取这个教训了 这次呢 犹太人再送其他书给他看 他看都不看 这个书啊 糟透了 他就讲 很糟糕了 结果这个犹太人广告上 又开始说了 有总统无比讨厌的书出售 又被卖光了 厉害吧 第三次总统接受教训了 这个犹太人呢 又给他送书了 这个总统啊 看也不看 讲话也不讲 把书放在边上 这种没事了吧 结果犹太上又做广告了 有总统难以下结论的书 预购重述 又被一抢二抢了 呵呵呵呵呵 所以我们在红尘当中 要守住口业 连不说话 有时候都会得罪人啊 所以你们学博人的眼睛 都要当心啊 很多人的眼睛都会得罪人啊 跑到公司里看见别人 你好 这是张小姐 你好 你马上得罪人 你最后还不知道怎么得罪人 我又没讲话 我惹他 什么了 得罪人了 妈妈说 孩子啊 你过来过来 今天妈妈给你 好了 又得罪人了 所以啊 出口就是业 随便讲话 你就会造业 所以有境界的学博人 知音懂果 有句话 每句话都是音果 绝不种下恶音 就不能随便乱讲话 因为你不乱讲话 就不会造恶音 感恩师父 是的 每句话都是音果 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